如果没有他,现在中国恐怕会有两个台湾。 这位将军正是韩仙楚,身经百战,唯一一个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将军。 他从一位普通战士一步步成为我军中高级指挥官。 1950年,如果不是韩仙楚一意孤行解放海南岛,或许今天我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台湾问题,还有海南岛问题。 他仅用三天时间就歼灭了国民党守军主力,5月1日,海南岛全部解放。 1950年6月25日,朝鲜战争爆发,6月27日,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。 一个多月的时间差,一意孤行的韩仙楚让海南岛避免了成为第二个台湾。 1986年10月3日,韩仙楚在北京逝世,中年74岁。